都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传统的文化和思想观念对我们的影响深远 民间流传的看相数就是其中之一 大多数农民一直对看相这一事深信不疑 并且经常通过这种方式来预测一个人的运势和发展方向 民间看相的方式不一而足 除了最常见的看面相之外 看首相也是其中一个主要方面 农村有种说法叫做三岁看相 七岁看老 所以在孩子们还在掰着手指头的年龄时 大人们都会有意无意地观察孩子们的首相 农村关于看首相的说法有很多 例如食指搏脊没有抖 只往外搏没处装的说法 与指纹的形状和分布数量有关 大手抓草小手抓宝形容的是手掌的大小 除了这些之外 农村还有一种说法叫做五指不漏缝 一身不受穷 这句俗语又是什么意思呢 记得以前在农村 一些有经验的老人在闲来无事给人看首相的时候 都会让人把手伸直 然后尽量将手指头并楼后对着光照 如果有光透过手指之间 也就是他们所说的漏缝的情况 如果手指之间透不了光 那么这个人一辈子都不会受穷 换句话说 也就是命运不会差到哪去 这种说法在农村流传已久 但具体是从何而来的呢 大家都知道 从古时候开始 穷人和富人就在经济上有很大的差距 生活状况也大不相同 由此也会导致一个人的相貌和外在发生一些变化 以前家庭富裕的人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干重活的 毕竟一来伸手 饭来张扣的日子过惯了 而穷人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如果一个人本身条件不好 为了填饱肚子 每年都得凭着一双手起早贪黑的干活 时间一长 双手不仅会变得粗糙 手指头也会发生变形 这一点从农民的身上也能看出来 不管是在农村老老实实下田种地的老农民 还是在城市工地干活的农民工 他们的双手不仅粗糙 手指头也是歪歪扭扭的 这样的指头缝隙不仅会透光 就连大米都能从中间露出来 正因如此 农村才有了五指不漏缝 一生不受穷的说法 在农民看来 手指合起来不漏缝的人 干得多半是不费体力的脑力活 这样的收入待遇都不会太差 另外 如今在农村 老人们也经常用这句话来教育后人 做人做事都要牢靠和抓紧 你觉得老祖宗的看像术有道理吗 如果你还有其他看法 欢迎留言和我们讨论